各位考生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骨关节跟软组织的一些疾病 这个表格大家有没有很熟悉 在之前的这个遗传性疾病的时候 就是有秀这个表格 那今天要讲的是这个软骨发育不全 软骨发育不全 它还是属于这个体险性的一个疾病 好 软骨发育不全的话 那我在那个教科书上面的表格 把它截入下来 因为它太长了 就截入这个软骨发育不全 然后它的基因的话是这个FGFR3的一个mutation的突变 那被影响的地方的话是它的一个接受器 然后临床症状的话 就是会有这个身材矮小 四肢会短小 前额会隆起 然后这个脸的中部 面中部会缺陷情形 考古题就是考说 软骨发育不全的病人 它有的特征是什么 那答案的话就是A选项 好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的话 在书上的话 它的定义是严重到足以显著增加骨质风险的一个骨质的减少 那比较常见的话是在老年人跟停轻后的妇女 那我们在影像学上的话可以给它量化 量化说它是不是骨质疏松症 我们就去比较它的骨量 那骨量的话如果说是比年轻人的一个平均峰值的骨量低 2.5个标准差的话 那就叫做骨质疏松症 那书上有在提到一个叫骨质减少 骨质减少的话它则是比这个平均值低1到2.5个标准差 就叫做骨质减少 考题的话是讲骨质疏松症跟下列哪个症状是比较没有关系 答案的话是跟发烧没关系 那其他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疼痛容易骨折 那如果说它的这个脊柱有骨质疏松的话 也容易会有这个脊柱侧弯的情形 好 再来的话我们来讲骨折的愈合 骨折愈合疏松的话就是有这个图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下它在骨折愈合1到2天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有激化的一个血块 有激化的血块 那接下来呢会行在0到2周中间会形成一个软性的一个骨夹 那在这阵子在这里期间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发炎因子啊 还有血小板他们会释放出一些细胞激素过来 让这个肢骨细胞跟层骨细胞它分别去作用 然后让它慢慢的一个复合起来 好 那就会形成一个软性的一个骨夹 那在2到3个礼拜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个骨性的一个骨夹 那就就是慢慢的会变得比较硬一点 慢慢的复原 那再来的话3个礼拜之后的话 变成成成状硬骨 成状硬骨 就是变得跟我们原本的一个骨值呢是一样的 考骨题的话是直接考说正常的骨折的愈合过程的顺序 哪一个是正确的 那所以的话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有机化的一个骨鞋块 然后再来就是软性骨夹 然后骨性骨夹 然后最后的话是这个沉重的硬骨 好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软骨瘤 软骨瘤 那软骨瘤的话它主要的话是由透明软骨 形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 那它蛋的话 蛋就是在这个软骨内起源的一个 起源的一个肿瘤 好 那它在书上的话有特别讲到一个叫内身软骨瘤 它前面多了EN N-Condromas 好 它主要的话是这个肿瘤 它是出现在这个水腔 骨髓腔里面 骨髓腔里面 那内身软骨瘤的话 比较常见的话是在20到50岁 20到50岁会被诊断出来 好 那它基本上的话 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没有什么症状 那所以的话它通常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 意外去发现 好 那内身软骨瘤 骨瘤的话它的界线是比较清楚 可以想象它是良性的 良性的话基本上界线一定就是很清楚 不会往外扩张 那通常的话都小于三公分以下 那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话 它是一个灰蓝色 然后半透明的样子 好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Osteosacoma 骨肉瘤 那骨肉瘤的话它是最常见的一个 骨源发现的一个恶性肿瘤 大概占所有骨癌的大概20%左右 那它的年龄分布的话会成双风型 那有75%都是在20岁以前 而且男生比较多 男生比较多 你可以想象一下男生比较喜欢运动 所以它大概骨头这方面的疾病大部分都男生比较多 那其他的话其他疾病大部分都女生比较多 好 那这肿瘤呢 它就会去破坏周围的一个皮质 那会产生一些软组织的肿块 那会在这个骨髓管中 然后会管放的扩散出去 然后取代这个造型的一个骨髓 那这肿瘤呢 它很少去穿透这个骨垢板 或者是说很少去跑到关节去 那讲到骨肉瘤 它一定会考的就是这个科德曼三角形 科德曼三角形 它主要的话就是在这个 影像学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往外突出 像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主要是它这边有一个骨膜的反应 会有一个骨膜的反应 会导致它这边整个翘起来 那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地方是在这边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叫做 科德曼的一个三角形 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是大概有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那它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紫色很严重 这就是很多紫色 这就是花边状的类骨质 就是Lesslike的一个Ostioid 花边状的这个类骨质 那它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它的特色 那当然的话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肿瘤细胞一定是有 非常多的一些有丝分裂 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有丝分裂 因为它是二性细胞嘛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 那个细胞核比上细胞值的比值会比较高啊 然后细胞核会变得很大 然后会常常看到这些有丝分裂 好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 Ewin-Sachoma 中文翻成叫做 油温室肉流 油温室肉流 那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原始的 一个原型细胞的特征 的一个恶性的一个骨种 那它 你可以看到它是原始的 所以它就不会有明显的分化 不会有明显的分化 那大部分的话都是 小于二十岁 所以它也是在年纪比较小的 病人身上 而且也是男生居多 所以的话基本上 你看到这个Hit Tree的时候 你大概就会想说 可能是一种 骨头来的一个肿瘤 像刚刚前面的这个骨肉流 还有这个的油温室肉流 都是二十岁小 然后男生居多 那通常的话它是主要是会长在这个 长状骨的一个骨干上面 特别是在骨骨啊 还有骨盆的一些扁皮骨上面 那临床上表现的话 当然就是会疼痛 会疼痛 然后它的转化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那在显微镜底下去看它的话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 小圆形的一个细胞 均匀的一个小圆形的细胞 那细胞质非常的稀少 细胞质非常的稀少 那由于它的细胞质有一些 这个糖原 糖原比较多 所以它细胞质看起来 是比较透明的样子 那它的特色的话 是它的这个小蓝原细胞 它会形成叫做 Homerite Rosé 就是它中间有一些纤维核心的一个圆形细胞处 就是中间是有纤维 那周围的话是小蓝原细胞 围成一个圆圈的样子 那这个的话就代表它是有一个神经外配层的一个分化 那考题的话都直接考这种就是临床题了 就是18岁男生 所以就你就想到 那可能就是骨肉瘤 或者是这个伊温沙控嘛 那它后来有讲到说 它影像学检查看到这个什么 柯德曼三角形 那就直接答案就是骨肉瘤了嘛 那切片底下看到有很多这种 过染性啊 还有非典型性的一个 仿锤状的一个细胞 那还有看到这个Osteoid 类骨质 看到很多有失的分裂 所以答案的话就是这个骨肉瘤 骨肉瘤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到这边 谢谢大家